2020年3月,香港公联会推出紧急失业慰问金计划,向受到暴乱和疫情打击的失业人士提供紧急经济援助。 4月15日,公联会宣布完成紧急失业慰问金审批,开始陆续向5000名成功申请者每人发放3000港元慰问金。 记者看到,公联会当日开始在全港40多个工会、地区等服务点派发支票,成功申请者会获专人电话通知,带及所需文件即可领取支票。 公联会理事长兼职业发展服务处主席黄国表示,公联会自3月至今,收到7630名市民申请失业慰问金,最后有5000人成功入闸, 有44%从事旅游零售饮食行业,23%从事建筑业,申请者中有71%的人士是近3个月失业。 经济环境哪有这么困难的时候,我们能够短短时间筹到超过1500万的金额,能够支持这个计划。 我们也多谢很多社会的善长人庸,以及我们立法议员,我们全国人大代表的捐钱,支持这个计划。 主要都是从事旅游、饮食、零售和建筑行业,这些都占了我们申请人士的差不多接近八成。 在领取支票等候区,大批市民坐在座位上排队等候拿票。 在红开某饭店从事旅游团餐饮业的冯女士表示,2019年9月起,每月只工作15天,直至2020年1月公司关门,她开始放无薪假, 她在场非常感谢工联会伸出援手,帮补她的生活开支。 我们是1月开始,1月下旬,就开始公联会伸出,我们现在都放假无薪假。 对啊,真的遇到很难,我今年完全无所入,只是靠我老公而已,有时做些兼职,我们两个过三回就。 就是个个都没有请到,整个头哥说你都找过了,是啊,都没有请到人。 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好彩虑虑虑抄斗我了,那么好多谢工联会,是啊,帮到的,帮到的,帮到的。 对于我来说,在今年的第一份收入,第一次拿到人的今年,2020年。 当日,工联会副会长唐庚、姚也表示,慰问金河暂时解决失业工友的燃眉至极,她希望政府尽快为失业人士提供经济支持,并建立长远的失业援助金制度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